好,回來第二節,在第一節我們就帶出了一個問題,就是說,如果光是不需要任何媒介去傳遞的時候,那光它在不同的場合,究竟它的速度會是多少呢? 在這裡要講清楚什麼叫長合這兩個字,我們如果照這些中文科普書去看的時候,我們很難明白是什麼意思,說得白一點,就是所謂光在不同場合的光速也是不變,這句說話的意思就是,無論我們以什麼速度去行進,我們看到的光速都是每秒三成十的八次方那麼多米,所謂長合就是我們不同速度的長合的意思, 那就是說,我們對於這個世界上可能有些人,他是坐在那裡靜止不動的,但是有一些人,他是剛剛搭一個火箭上太空,他用每秒一萬米的速度每秒去行進的,比起我們快很多的了已經,甚至乎沒那麼快,一顆子彈每秒是五百至一千米的一顆子彈,有一些東西速度快一些,有些東西速度慢一些,但是無論你處身是一個什麼速度的, 的場合都好,當你處身在你自己的場合的時候,你可能是在乘車,可能是在乘火箭,或者你可能只是坐在一張椅子上面不動,你做一個實驗去量一下光速是多快的時候,你都會量到光速是不變 那麼這件事呢,由這個圖裡面,純粹就是去演示回剛才說的愛因斯坦的問題,就是我們在光速行進的時候,拿一塊鏡出來,究竟照不照到自己呢?如果根據光在不同場合,光速也事不變這個 那麼新的想法的話,照計我們是會看到我們鏡裡面的影像的,因為就算我們飛得真的光速那麼快都好,我們臉發出來的光,依然是以光速打到鏡子,再反彈回到我們的眼睛那裡,所以我們是會看到我們自己的影像的 這個想法呢,用換一句另外的說話來說,就是光是不給追的,光是沒得追的,無論你跑得多快都好,光依然是以每秒三乘十的八次方那麼多米,遠離你而去 那麼這個概念呢,就是衝擊以前牛頓力學的概念,衝擊得很多 我們剛才說到就是說,你跑得夠快,你可以追巴士,可以追火車 甚至乎就是,你跑得足夠快,我們將一個火箭發射上太空,我們可以上一個太空站,追近一個人造衛星,追近一個瑞星 這些東西是實實在在發生的 但是我們會說,這個東西之所以能夠發生,是因為它的對象不是光,以及它的速度比較低 而實際上看到的東西就是,你想去追光,永遠不可能 因為光在不同場合都是不變,這個就是Constant Speed of Light的這個意思 由這一句說話去給我們很大的反省 因為在傳統的力學那裡我們會說,我們由這個圖去顯示 這兩個圖是分別代表著,譬如說有一個人,他是坐著靜止的 而在旁邊這個座標系統,X prime,Y prime,Z prime,即是有一撇這些這樣的座標系統 他應該多多少少就是說,他是一個,以一個非常接近光速去行進的一個人 譬如說他用99%光速行進的一個人 在傳統的概念來說,我們就會覺得這個人就快追到光了 因為他本身已經擁有99%光的速度 他只需要再將自己加速多少少 加到100%光速,那就為之追到光 這個就是我們想的概念 那麼這個人就可能就已經再拿一塊鏡出來就照不到自己的樣子了 但是這個是傳統的概念 在現在一個新的想法 光在任何場合光速都要不變的時候 我們整套數學都要改變了去 傳統上我們依靠一個叫做 一個叫做加利略的轉換 就是說我想知道 從一個靜止去到一個接近光速的這個人 那些速度是怎樣轉換呢 我們發覺就是說 這個人在這個場合看到的光速 就是光速減回自己的速度 就是0.99% 那就等於1%的光速 這個就是由加利略轉換或者牛敦力學給我們出來的結果 但是在新的想法裡面 這條式是完全錯的 不可以這樣去做 不可以這樣去轉換 取而代之我們要列出那條新的式 那麼大家看看這條式 那個特點就是說 他就告訴我 在無論在舊有靜止系統裡面 或是在一個新的另外一種速度行進的系統裡面 他看到的光的速度一樣是C 一樣是C那麼大 那麼這裡是企圖列一個不時定理而已 詳細的數學 就是我不跟大家說是怎樣去理 但是基本上這條這樣的數學式就告訴我 在不同的速度的場合 這些這樣的本身的座標 和時間的概念 和光速的關係 就會是用一個類似不時定理的形式去存在 而這裡畫出來的等號就告訴我們 無論我是在舊有靜止的座標系統 還是在另外一個 以非常之接近光速行進的座標系統 我裡面看到的光速 都是以C這個常數去表現出來 這個C你可以說就是三乘十的八次 如果我們用回標準的單位來講的話 由這條式去出發 就有很多事發生了 我就會說 這一個就是合意相對論的開始 我們要重新問過一個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在舊有的座標系統 這些X、Y、Z、T 這些座標系統 和這個新的 以V這種速度 相對於舊有座標系統 行進的X、Y、Z、T 這個座標系統 它的轉換會是怎樣的呢 我們就會發覺原來 就只有這種這樣的數學結構 可以說 起碼我知道一種這樣的數學結構 就能夠滿足到這條式 即是說 如果我要滿足這個光速 在任何場合不變的這一種說法的時候 背後這一種舊有座標 轉換去新座標 那套數學的轉換 是遵從一條這樣的公式 而不是一條很簡單的加減式 以前我們就會說 那個速度便是幾乎或幾乎 我想追弄那一架車 現在譬如說 我只有這當然一千的速度 我只需要再加上 將我的速度複雙 去一次再追至這輛車 但是在這一整種ito-這個轉換裏面 我們發覺由這個系統轉去高速的系統 那些位置時間的轉換 是有一種很特別的數學形式表達出來 我就會說這一種叫做Lorenz Transformation 或者一個叫做盧倫茲轉換 在這裡又會有一些很特別的結果走出來 這一種,即是這裡的數學式就簡單去表達了 如果我現在是向X方向高速行進的時候 那種盧倫茲轉換就會是這樣 裡面就會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這樣的常數項 一個走出來 就是這個Gamma這個項 它裡面就說的一樣叫做1除以開方 1-v²除上c²的一個這樣的項 這個項很特別的 如果你本身這個XYZ'這個系統的速度 它是相對於這個靜止系統的速度 是接近光速的時候 整個東西是會吹向無限大 即是說當這個速度越來越接近光速的時候 這個Gamma這個Factor 是會吹向無限大 令到這個轉換出現一個很特別的結果 在這個速度是相對於光速很小很小的情況 即是譬如說我們日常生活的環境 我走路的速度 或者我搭巴士 我坐穿梭機的速度是慢 光速很多的時候 這個項基本上去到0 整個項就會變回1 即是說在一個接近 就是遠遠是細於光速的情況之下 這些式基本上不是很明顯的 你會發覺就會出一些結果 就是說這個T一撇就會等於T 然後X一撇就會等於X 當在低速的情況之下 兩個座標系統基本上沒有分別 即是我用X表達的東西 你和你用X一撇表達的東西 是同一個數值的 但是在高速的時候 就會發覺會有東西不同了 在這裡好像說得很抽象 但是我想快點說一個結果給大家聽 就是說有一個很特別的結果 就是說在一個靜止的場合 和一個高速運動的場合 我看到一件東西的位置 竟然可以有不同 這一個就是這一堆數學式 告訴我們聽的結果 這個也是合意相對論比我們的結果 這件事很奇怪的 我再用回剛才搭火車這個比喻 我如果是站在那裡靜止不動 去看著一張桌 桌上放了一支鉛筆 這個鉛筆就放了在桌上 這個桌 我叫它做一個零的這個座標 在這一點上面 我會預期就是說就算我搭火車 看回這張桌 我都會看到這支筆 在零這個座標 在這張桌上面 這個就是合乎我們日常生活經驗的 的一個觀察 但是合意相對論 由這一套努倫茲轉換的顏色 告訴我們 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結果 如果我運動的速度是足夠高的時候 甚至乎去到接近光速的時候 我不一定需要看到這支筆是擺在零這個座標上面 這支筆不再一定是真是處身在一個這麼絕對 一個叫做零的這一點的座標位置上面 可能它會是相對於一個接近光速運動的人來說 這支筆不是擺在桌上的 是可能擺在旁邊的那張桌上的 所以這些位置的概念 不是絕對的 所謂絕對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傳統上認為 無論你是以怎樣癲狂的運動 在這裡行進也好 幾快幾慢也好 這支筆擺在這張桌上就是這張桌 這張桌這個座標叫做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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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這個零,零,零就好像一個 專屬於空間這一點的一個標籤 是絕對在那裡的 講得零,零,零就是這一點的了 沒有隔壁的那一點的了 但是由相對論 這裡給出一個很特別的結果 就是說這個數學告訴我們 原來只要你行進的速度是夠極端 即是說接近光速的時候 整個空間所有東西的座標位置 就不能說所謂一定是釘在哪一點那裡 它可以退去另外一點那裡 所以這裡就由我們想 就是給出一個相對論的第一個叫做相對的概念 就是一個空間位置這一點是相對的 不是絕對的 空間不是絕對的 就由這些數學開始引導了我們去這樣想 從這裡甚至乎看到時間都是更加恐怖 我們大家對標的時候認為 這件事一定是發生在十二點的 但是相對於一個在運動接近光速的人來說 他不一定要跟你約定是一樣的 他就算開始跟你教標都一樣都好 當他一旦去到這個高速運動的時候 他看回自己的標 報出來這件事件發生的時間 可以跟你這個靜止的人完全不一樣的 這個就是因為連時間都變成相對 你會認為大家是對了標之後這一分這一秒 大家永遠都是說同一個都是這一分這一秒 但是當一個人進入了一個這樣的高速運動的時候 他會認為這件事不是一定發生在十點鐘 可能是發生在十點鐘、零三十秒這樣 就是說空間也好、時間也好 當交給一個接近光速物體去再觀察的時候 這些時間和空間的概念已經變得不是絕對 就會有一個相對的概念走出來 這個就是說相對論的相對 就是由於這個對於時間、空間的概念來講 就是沒有絕對 而是相對這件事而起的 在這裏簡單介紹了就是說 光速不變,怎樣去到盧倫之轉換 怎樣去誘導告訴我們 空間與時間不再是絕對這一個概念 這一個就是我們第二節要介紹的東西 我們在第三節會繼續介紹一些更加有趣的 如果真的要建基在這個時間和空間 都是相對的這個概念來講 還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我們要第三節再講